日前 九寨沟景区将于9月27号部分区域恢复开放的消息迅速引爆网络 九寨沟景区的恢复情况如何 带着疑问 记者实地探访了景区内的开放游览区域 9月26号 阳光透过翠绿的树梢 远处的山峰盖着矮矮白雪 记者乘车在九寨沟景区宽阔的山路上通畅行驶 道路两旁风景优美 平坦的山路从沟口直通长海景点 一路风光 有倒映着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树交相昏映的近海 有湛蓝深邃 平静而又宽阔的长海 有色彩斑斓 精致玲珑的五彩池 走在景区的湛道上望着山水交融的美景 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同时不禁让人心旷神疑 目前是从沟口到长海 然后陆日朗自五花海区域 就是景区的大部分区域 其中也包括杂鲁楼 这么85%的区域具备开放的条件 这个区域的灾口重建的任务工作已经完成 陆日朗瀑布在此限地震时出现部分垮塌 瀑布中出现了一些裂缝 它的恢复情况一直牵动着网友的心 记者现场看到 陆日朗瀑布已然恢复往日荣光 滔滔水流 经过瀑布顶端飞泻而下 腾起的水雾与晨光相交 形成一道艳密的彩虹横挂山谷 地震虽然使九寨沟的部分景点不同程度受损 但也造就了新景点的诞生 据悉 地震导致火花海的堤坝崩溃 湖水减退却裸露出了形状奇特的卡斯特地貌 火花海的水奔涌而下 水流增大将原本拟溺在树林间的双龙海瀑布呈现给世人 据了解 此次景区拟开放区域地灾治理已基本完成 道路 站道 休息亭 环保厕所等项目的后续收尾工作基本完成 景区内重建后的设施设备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记者先想看到 五十座智能环保厕所以布满景区内的开放景点 人脸识别智能测纸机 感应式泡沫 自动换带及加热功能的智能马桶 厕所在环保方面 除了使用太阳能 还用真空敷压卫生间系统通过管道连接西屋车排屋 清洁无意味 据介绍 地震时景区内栈道受损严重 在重建时考虑到栈道的美观 防滑 耐用性 45公里的栈道全部使用防虫 坚固性较高的南方山木 修建过程中坚持 见时必时 见术让术的理念 让人为影响降到最低 我们景区里面的道路和站道 然后旅游厕所 然后餐厅 整个的旅游接待基础设施已经具备了接待条件 全部的员工和景区的所有上岗人员都经过了岗前的培训 记者了解到 景区将根据恢复重建情况 按照当日最大限量5000人控制 超过最大限量 景区当日将不再接待游客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景区接待对象为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 暂不接待散客